你又打機, 日打夜打 整家七個這麼容易在你房間的衣服 快收機, 不准打, 現在撿東西 沒錯, 深夜會這遊戲真的很毒 這頭是通宵多郎處 那頭一早起床買大頭菜 天天從天到夜開圖鑑, 整個博物館 然後大家就會不滿正義地 上學打, 上班又打, 回到家繼續打 不是開玩笑, 我在公司一放午餐 有些同事的儲物就拿了一部SWIT出來 然後再打一對一下大家的大頭菜的價錢 殺一下大家捉到的動物 或者交換一下DIY Recipe 其實深夜會這遊戲不單止有這遊戲這麼簡單 它除了反映香港人想斥環防態的煩惱之外 它也有一本現實動物的卡通化電子圖鑑 還會介紹不同動物有趣的資訊 《動物深夜會》這遊戲已經出了幾個星期的時間 相信大家都知道誰是Mountain博士 有心玩的人都應該聽過博士跟你介紹過 不同的昆蟲、魚和雀鳥 沒有雀鳥的樣子是不是? 是化石 好東西, 好正, 學到東西是不是? 對不起, 不夠 玩深夜會正是玩到博士這個程度 實在太表面太膚淺了 聽完博士說話又怎樣? 早已入又已出 和你回學聽阿sir說話 然後你考完試 把全部東西還回給學校一樣 你媽媽一定不會有Proof 你要你媽媽認同你打遊戲 你就要展現給他們看你打遊戲是有料的 你打遊戲是學到東西的 你打遊戲是可以幫牠買菜的 跟你介紹MKJ石士 牠除了會跟你介紹不同動物在現實世界中的雜性和特徵之外 牠還要跟你說不同動物和我們日常生活有什麼聯繫 只要你有玩動物深夜會 又有聽MKJ石士的教授 你絕對可以大搖大擺地拿一部Switch 回學校回公司玩 玩到半夜三四點 你媽媽都不會和你一句 可能未必可以在學校或公司緊張人 但你絕對可以很有自信 很有信心 大大聲地和你媽媽說 在學東西啊 嚇死人你不要和媽媽說話 老闆 弄一條鳥魚來吧 這條是左口來的 不是鳥魚來的 蛤? 怎麼穿的? 左口呢 口罩在左邊的 鳥魚呢 口罩在右邊的 鳥魚呢 因為肉鮮味一點 所以通常會拿去做刺身 貴的東西來的 吃回左口算吧 哦 但是呢 左口沒有什麼肉 沒有肉啊? 鱸魚啊 鱸魚又厚肉又沒有骨 拖來做魚啦 玩完了 哦 老闆 弄一條鱸魚 好 你瘋子嗎? 有多少鱸魚? 5 5 3 3 不! 有什麼事跟你一樣 我還有一個 小鱸魚住的海葵 其實是有毒的 但是因為他們身上有陣子 保護的黏膜 所以他們就不會被海葵毒傷了 知道嗎? 那你知道小鱸魚家庭裡面 如果媽媽死了 爸爸就會變成女人 然後小朋友就變成爸爸 他們就可以傳宗接代了 所以在Finding Nemo裡面 Mo仔和他爸爸是叫三BB 我愛你 爸 我愛你 爸 我愛你 爸 然後那個冷氣機就在那裡 給我 又送了一顆花 那是不是白粉碟? 深誘會的公廁白粉碟 白粉碟和黃粉碟都是香港的很常見的蝴蝶 不過在深誘會的斑圓點蝴蝶 就很少見 那些就鳳蝶 哪裡啊 哪裡啊 飛走了 鳳蝶飛得很快 是深誘會那些才飛得那麼慢 那些就青鳳蝶 哪裡啊 哪裡啊 飛走了 有玩過動物深誘會的你 都一定對剛才那幾種動物非常熟悉吧 動物深誘會裡面 每一種動物 每一種化石 甚至乎是每一種花的配種基因 都是非常準確的 大部分都是根據現實世界的動物的雜性來做的 所以建議大家真的花點時間 聽一下貓頭頂博士說的話 雖然很多時候他也是在說廢話 真的好像淡水龍蝦一樣 有蝦和蝦的特徵 鬼不知你媽媽是女人嗎 看都看得到 不過有些都真的挺有趣和資訊性的 不是開玩笑 我也在學到不少東西 還有整個博物館這麼漂亮 你不覺得很有成功感嗎 就是你看看這個博物館 連不同居民的近親都有 就像這個雪豹一樣 他絕種的近親物就是劍齒虎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人類 我們的絕種近親物就是這個南方圓喉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又覺得這條影片挺有用的話 那就按個like和subscribe支持一下 有什麼關於動物心野會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但是我只是解答關於動植物的東西 你不要問我怎樣可以趕走居民 好 今集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